自古以来 主师大德教导我们 学佛从哪里学 从根本修 根本是什么呢 念头 念头要善 念头要清净 念头要平等 我在大众当中 觉得我自己身份特殊 觉得我地位 跟别人不一样 这是不善的 这不是善的 我们看看 世出世间的 圣者 中国人是讲世间法 重视世间法 空老夫子是个代表 夫子一生的行仪 除世待人的态度 是自卑而尊人 圣人给我们做出的模样 我觉得比别人高一等 你是凡夫 这比人高一等的念头 行为 在佛法里面讲 深重的业障碑气 谁知道 佛晓得 做佛的弟子 就要把佛法里面所讲的 真诚 真诚 亲近 平等 正确 慈悲 做出来 给大家看 这是教化众生 你自己真正做到了 这是你的自受用 给别人看 是化他了 要认真去做 努力地去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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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